哈喽大家好我是兔里 今天这期影片呢就是来主要有两个内容 第一个内容呢还是为大家解读 然后分析一下今年的双十一的优惠政策 以及怎么样怎么样能获得这些优惠 然后第二条呢就是要告诉大家 我呢就是这一阶段打算买什么东西 以及我已经付定金的有哪些东西 下面我们就废话不多说直接开始吧 首先呢就掏出我的全网最节约小本子 快用完了啊 这个本子用完了大家可能就能看到新的一个 首先第一个就是这个双十一今年的优惠政策 它的优惠政策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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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提起来真的是让人暴怒 嗯 跟618一样 它采用的是平行优惠 然后呢 其实网上有很多博主给大家解读 这个甚至有些人列出来公式之类的 但是我想用我自己的语言帮大家分析一下 翻译一下 这个东西到底是怎么样达到最低价 你的到手价是如何计算的 首先呢它就是有几个部分组成 到手价就是它双十一页面 罗列出来的这个价格 这个价格 比如说 假设这把扇子在它的旗舰店购买呢 是200块钱 一把扇子 然后呢 就是它平时的原价 然后双十一呢 它的活动价就是这把扇子直接打折 达到了180块钱 这个就是它页面显示的双十一价格 180块钱 然后呢 最后你的到手价并不是180块钱 这个到手价是多少呢 就是分有一些方法能让你减去一些钱 怎么减去这个钱呢 第一 每一类有每一类的品类券 然后这个品类券呢 在哪里领取 就是在万券齐发广场 这个万券齐发广场的入口非常的隐蔽 估计是不想让你们找到在哪里 然后呢 我会把它的二维码放在这里 大家可以保存下来 去扫描二维码 每天都可以在这个万券齐发广场 领取优惠券 什么是品类券呢 就是扇子 比如说它属于饰品 饰品这个品类 比如说家具了 家电了 服装了 药品了 那个美容护肤了 都有自己的品类券 品类券呢 可能是比如说满3000减300 或是怎么样 你要去凑到这个金额的 这个品类券呢 假如说是满150减10块 那它这个扇子 双十一价格是180 减掉这10块 它就变成了170 然后除了品类券以外 还有什么可以优惠呢 就是咱们所谓的津贴 津贴呢 它今年的津贴 统一是400减50 所以一把扇子 你是凑不到这个津贴的 你要凑其他东西 原价 这个双十一的原价 达到了400 它才能减50 假如说你买三把扇子 它就能 就是三把就是540 就能减50块钱了 那平衡下来 一把就是减17块5 这个时候 假如就用180 减掉10块以后 再减17块5 那就是162块5 152块5 sorry 152块5 这时候减完了品类券和津贴 还有没有其他东西要减呢 有 还有的是 就是 红包 红包呢 就是这个领取 或是双十一当天 它能当钱花的 红包从哪里获得呢 我总结出来 一共有三个途径 第一个途径 就是它双十一活动页面 有那个直播 你看直播呢 它会不定时的下红包雨 运气好的小伙伴们呢 可能能领到1110亿 但是我呢 看过良长 没有领到一分钱 第二呢 就是集能量 大家可能疯狂的发现 你的每一个微信群里 大家都疯狂在说 帮我点赞获得能量 帮我点赞获得能量 这个能量 就是你每集多少能量 能折合多少钱的现金红包 如果你运气好的话呢 能折合个几百块钱 但是像我们这种 就是如果你有其他途径挣钱 一个小时能超过20块钱的话 我建议大家就去放弃集能量 还有呢 就是我会把领红包的那个 二维码放在这边 或者是口令放在这边 就是你复制这个呢 一天可以领三次 运气好的小伙伴们呢 又是可以一次领到最高1111亿的 但是像我这种飞球呢 连续领了四五天 没有领到一分钱 全是圈 这个我觉得倒是可以一天领个三次试一试 因为呢 它只三次只需要耽误你30秒 这些红包 到时候这三种方法领到的红包多少钱 假设你三种方法一共领到了五块钱 那这个152.5的扇子 又可以减掉五块钱 就变成了147.5 然后呢 还有没有什么方法优惠呢 还有 还有什么方法呢 就是店铺内的活动 或者是店铺内的优惠券 店铺内的活动呢 比如说 抽奖了 抽券了 这种的 或者是盖楼了 这些非常花费时间的活动 然后还有一种就是优惠券 比如说 我这家优惠 店铺内优惠券又分两种 一种是通用的 一种是指定商品的 通用的就是 我这家店铺双11的时候 整个店比如说满200-10块 或者满100-10块 不同用的就是 这个商品可能是满100-50 假设我们这个东西 有了满100-5块的店铺券 跟满100-5块的商品券 那他又各能减掉5块钱 就变成了137块5的扇子 137块5的扇子 还有没有办法能优惠呢 还有 就是如果你有购买88块钱 一年的这个88VIP 它很多品牌 你可以点击你的88VIP去看 它很多品牌 都是能全店95折的 这是可以跟所有活动叠加 如果这个品牌 恰巧这个扇子 参与这个88VIP的话 那么 那就能在这个基础上 137块5的基础上 再打一个95折 那算下来可能就还是 大概130左右的样子 那么大家就可以发现 一个原价 平常卖200块钱的扇子 经过了 5大类 10小类的优惠以后 变成了130块钱 所以呢 这个双十一呢 为什么气氛就气氛在这 它真的是非常非常烧脑的 一个所在 就是 我记得 我自己第一次双十一购买 是2011年 我有看那个记录 2011年的时候 我买东西非常简单 就是这个东西 它分参加还是不参加 参加呢 你自己可以选五六七八折 比如说五折 就是原价200 先100 就这样 现在呢 经过一大套数学公式以后 可能原价200的 只有130 140 还有你每一重优惠 都领到 领不到的话 那就是非常的悲伤了 但是 这种 它有一个漏洞 就是它平行优惠 什么是平行优惠 就是 这个扇子 双十一的价格是180 它中间的每一篮优惠 比如说品类券了 津贴了 红包了 店铺的 88VIP了 都是在它180 这个基础上打折的 所以如果你领到了 很猛的券 这个东西有可能出现 很惊人的价格 比如说五块钱 十块钱 都是有可能的 但很多这种券 是需要你去蹲的 不是天上会掉下来 或者一领就能领到的 所以大家 可以根据自己 购买东西的金额 和你的需求情况 去看一下 值不值得花费 这个时间和精力去蹲 解读完这个规则以后 所以我就想给大家 说几个小tips吧 就是 第一个就是 大部分品牌的定金 你付了定金以后 能不能退 我可以告诉大家 99%都是不能退的 个别品牌呢 你可以比如说戴森 你可以一分钱购买一个 他们家的定金返还权益 就是这个东西 你付了定金 如果不想要的话 这一分钱就相当于买一个保险 它是可以把定金退给你的 但是其他绝大部分品牌 付了定金 你签了那个定金条款 就是不能退的 要不然定金 它定什么呢 对吧 也要保护一些商家的权益 第二点 就是 你要买一些真正需要的东西 你应该提前有看过 就是 它平时的价格 它有些真的会 提高价格 比如说平时 它卖100块钱 它双十一这一天 提高到150 再去打折 打下来可能就是 还是90几100块钱 提防这一点 其实这种蛮多的 尤其在家具衣服里头会出现 第三呢 就是 10月20号就开始预定了 10月20号预定以后 到双十一财富为款 那中间这段时间 如果我该定的东西定完了 我要做什么 我觉得做两件事情 第一 就是你要买的东西 金额比较大的话 你去抢 相应能帮你省 比较大的优惠的券 第二 就是它每隔几天 会出现一个多加赠品 或者多加好价格的 这样一个预定 它提前呢 具体都会发短信通知你的 如果你某一天 突然被短信轰炸了 你可以去看一看 这一天预定 是不是有超值的优惠 可以再 比如说定一波 第三呢 就是 不要觉得双十一 到了一个花钱的节点 我就一定要买很多东西 尤其 就买你自己真正需要的东西 尤其是那种 一夜火爆全网 所有人突然都在推的东西 这种东西一定要谨慎 不要轻易的去跟风 第四点呢 我就是想给大家说的 其实双十一呢 距离一八年年末 大概就是还有五十天的时间 这一年就过完了 就是这五十天之内呢 除了双十二 还有国内斯芙兰和北美斯芙兰的八折 还有美国的黑五 可以找代购买 还有比如说香港 澳门 包括国内一些商场 甚至欧美一些商场的 圣诞节的特殊的礼包 限定等各个活动 所以呢 这五十天的时间内 就有几个非常超值的活动 大家不用说买那么那么多的东西 现在打折的不像之前 真的一年就看这一次 现在一年想看 你能等到二十次 比较给力的优惠 所以不要冲动 今年的规则呢 我想大概就说那么多 还是尽量以简单一点的方式 不知道我描述的 够不够简单 大家能不能听懂 然后呢 除此之外 我就是想跟大家聊一聊 我 就是 打算在这一阶段买的东西吧 这些东西呢 你知道我是很善变的 我可能随时会变 也可能双十一会买 也可能双十一不会买 也可能之后会找代购之类的 那我就给大家说说 我已经下了定金的东西 这也是我肯定会买的 就是有戴森的吸尘器 有姜元道的卸妆水 然后有玉兰油的小白瓶 就是以前的小绿瓶 还有伊丽丝尔的眼霜 这些是我已经付的定金的 本来还想定奥伦纳素的 那个大size面霜 结果没有抢到 那就算了 随远吧 说明它不属于我 剩下就是我近期 打算买的东西 就是一个是我想看看 我常买的几家败购店 他们的护肤品 彩妆我是不想吞太多了 他们的护肤品 双十一会会搞一些 比较给力的优惠 如果会给的话 我会囤个三到六个月的护肤品 第二个呢 我比较想买人工类液 大家可能关于这个饮药水 也看了很多种说法 我之前一直觉得 日系比较火的那几个饮药水 就是它会去红血丝啊 会怎么怎么样的那个 对我来说很好使 很清凉 但是我有一天突然 你看到就是有时候 我体检的一家医院 它公众号推送给我的那个东西 我觉得还是蛮靠谱的 就是说 其实它好多种网红饮药水 它当时有个及时的 去红血丝的效果 其实它里面是有药物 这种强行收缩毛孔 所以其实你能天天低 但眼镜也能低 对眼睛又没有任何伤害的 就是人工肋液 所以我就把家里那些 咬水都丢掉了 打算买个人工肋液 然后呢 我还要买的就是牙线 美白牙贴 和牙刷 电动牙刷替换头 然后还要买假睫毛 可能买一些冬季的打底裤 还有护发素该买了 我还要想买舌尖上的 中国三上面做的那个 感觉特别猛 然后应该还会买 那个狗粮宠物驱虫 会买那个 Orbis的清爽型隔离 我觉得它双十一的价格 还是比较给力的 还有新出的那个 美加镜和大白兔合作的 大白兔口味的润唇膏 嗯 一个增强食欲的护唇产品 我应该会去买 然后呢 还有一些东西就是 帮家人买买 我老公指定的一些东西 要我买的可能就是有一些 我之前送给大家推荐的食品 一些比如说 奶皮子月饼啦 木瓜丝啦 剁椒酱啦 那个干豆腐啦 韭菜花啦 这类的 然后我老公还有想 嗯 就是他总买书的一家店 如果双十一有活动的话 他想让我帮他从那家 去买几个几本现装书 他想收藏用 然后呢 我应该还会去问问 我妈和我婆婆 他们有什么需要的东西 我应该会一起买了 直接发到他们那边 所以我觉得 我今年双十一要买的东西 不是很多 还是比较理智的 那我总结出来就这么多 希望对大家有帮助 然后之后想看什么内容呢 大家可以私信弹幕 或者评论告诉我 那本期视频的内容